整個重點 不管你現在是用inbody還是tanita 你 不要 跟他講 的數據的方式是你不要告訴他 你其實體脂肪太高了 你肌肉率太少了 你內臟脂肪太高了 更不要反問他 在整個Time case的過程當中 反問是不能用 超過兩次以上的東西 兩次已經是極限了什麼叫反問 你知道什麼是體脂肪嗎 不要 不要 你知道你的標準體重是多少嗎 不要 不要反問 不要講解六大指數 因為他媽的他自己知道還要你講 然後他不知道他眼睛看不到體重多少嗎 他自己不知道嗎 所以不需要你講解他你體脂肪太胖 你體脂肪標準應該是多少 你內臟脂肪太多 你內臟脂肪應該是多少 這個東西都不用講 一點意義都沒有 這個數據的解釋 解說 不重要嗎 我舉個例子 你給他的資訊每個東西都有意義的 這個 我們燈總共有24個燈 這個資訊對你來說有意義嗎 他媽幹幾個燈就怎樣 不重要嗎 你要講解是 這個東西對我有什麼關聯 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這樣 這個燈總共有三種顏色 根據不同的燈光可以看出你最真實的妝感 這樣才對我有影響嘛 所以呢我們在整個減重跟增重的諮詢過程當中 最重要的事情是在這一句話 叫做 猜中他的 生活習慣 你蒙 都要蒙到 沒辦法 那沒辦法 蒙錯你這個case你就躺不中 對 你要猜中生活習慣 好 OK 那 如果 如果你是用 Inbody 那當然Inbody裡面他可以直接看 他的身體蛋白質重 趨勁於最低標 他就是屬於 我們畫面裡面的 蛋白質不足 那你要怎麼講呢 你要看著這張 看著他的這個檢測表 寫完之後你要這樣子 你 你 是不是不喜歡吃肉 對方就會說 對 你要這樣 吼 難怪 記起來喔 講一次 吼 難怪 吼 難怪 對方就會說 怎麼了 好這在腦科學裡面 叫做 填控 他突然對你的答案有了求之欲 通常我們在賣東西的時候 對方是很不想聽Sales講話 但是你這樣 吼 難怪 他就這樣 怎麼了嗎 所以你會發現喔 客人都會問 怎麼了 好 這個反應就是我們要的 因為他已經進入 接收的狀態 接收的狀態 OK 所以 吼 難怪 你是不是 很不喜歡吃肉 或者是你是不是不喜歡吃肉 他就 說對啊 嗯我不喜歡 有個味道你就要說吼 難怪 好來練習 吼 好